一年只产一季的通江银耳 品质好 价格高 好少啊 今年 也没有 没得 丰收季节 求助农户鱼培英 为何遇到产量低的问题 那这也太少了 你看现在它这只有两朵 对对 就好多孔都没有出 经过排查 乡土专家刘桂华 能否找到问题的根源 你看看 这 这 看吧 它银耳全部都死掉了 它又如何帮助鱼培英挽回损失 请关注本期田间示范秀 为您带来银耳增产的奥秘 正值盛夏 比起山下城镇的闷热 薄雾缭绕的高山上要凉爽得多 各类植物在山林中找到适合的栖息地 展示着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 而鲜有人踏足地密邻深处 生活着一种珍贵的食用菌 这种生长在潮湿浮沫上 柔软洁白的真菌就是银耳 银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银耳多糖 维生素等多种营养物质 其中所含的18种氨基酸中有7种为人体必须氨基酸 银耳不仅营养丰富 味道还很鲜美 特别是经过熬煮后 银耳中的多糖物质被释放出来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胶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银耳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但在我国 野生银耳仅分布在云南 四川等省份的深山老林 极为稀少珍贵 据续修通江县制稿记载 通江县的耳农在清光绪6至7年 1880至1881年获得成功 标志着银耳生产 开始从野生走向人工种植 也没有 没得 每年的6月到9月 是通江银耳成熟采收的季节 家家户户喜盈丰收的时候 种植户鱼培鹰 却因为家里的银耳产量低而发愁 不信 出得太烧了 刚刚来几根也没有 本期节目求助农户于培鹰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 求助问题银耳产量低 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通江县 境内河流纵横 常年云雾缭绕 气候温和湿润 正是这样的环境 孕育了品质上乘的通江银耳 来到通江的感受就是 这里的山多 树多 水多 植被非常丰富 空气很湿润 我们开车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 又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山路 才到了这座大山的深处 鱼姐 等你 你们忙啥呢 剪银耳呢 我看看 你看我这个 本来是一个孔要出一朵银耳的 但是现在好多孔都没有 鱼培应这种在木头上种植银耳的方法 叫做断木栽培 在通江 老百姓寻找野生银耳的时候 最常在青钢树的枯朽枝干上 发现它们的身影 于是每年的四月 当地耳农把青钢树的枝干 砍成一段一段的木棒 再按照长距十厘米 孔距八厘米的标准 在木棒上钻孔 菌种塞入种植孔里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生长 就能长出接近野生品质的婴儿 这就是断木栽培 目前整个通江县 有155.3万亩的青钢树资源 当地林业部门制定了相关政策 实行全额管理县额采伐 每年采伐林不超过4万立方米 同时在采伐时 尽量使用大的烧头和枝压 提高耳棒的利用率 鱼培鹰种植的银耳 每根耳棒上有30到35个种植孔 按道理 每一个种植孔都应该出耳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很不好 那这也太少了 你看现在它这只有两朵 对对 就好多孔都没有出 看这边的 这一个上面只才有一朵 这个上面也没有 这都是种植孔 但是一朵都没出 这个耳棒一朵 两朵 下面就没有了 这每个耳棒上都挺少的 出出来的银耳有的有三朵 有的只有两朵 真的是太少了 帮小妹随机数了几根耳棒上 长出的银耳 出耳率还不到10% 我们刚刚采了 基本上都没有几个 只有这一栏 鱼姐那什么样的银耳可以采呀 你要看它的成熟度 你看像这种叶片散开 抹上去很有弹性 这个像卡利多小花一样 这种就熟了 就可以采摘 而农们采摘银耳时 一般不以大小为判断标准 而是要看它的成熟度 当银耳的耳片完全舒展开 边缘发亮 用手摸上去有弹性 没有硬鲜时 就说明达到了采摘标准 怎么把它完整的采摘 就是把它从下面这个黄色的根部 全部抠出来 从这个洞里 这样就比较完整 把剩下这个黄色的根 给它抠掉 它下次还会发的 成熟的银耳被采摘以后 大概5到7天又会再生 也就是耳农说的一茬 这个可以采 这个可以采 再把这个采掉 这样可以 对 要把里面的根抠掉 我感觉好像 这个好像有点把它采散了 抠的时候你必须要使劲 因为不使劲它就抠不下来 但是劲使大了 就容易把这个银给抠散了 影响它的品项 就卖不上价格了 我感觉好像也采不出来多少 对 今年收成不是很好 就是一个孔 一个孔的都是空的 一个采摘季大概三个月 于培英种植了24个银耳大棚 按照可以采12茶银耳计算 遇到这种大量不出耳的情况 它今年至少要减产 1800斤左右 师傅阿姨 你们好 好 你好 你们这是王宠的 要把这黄的皮子烂的 全部剪掉 于培英的家 距离银耳种植的大棚并不远 因为新鲜银耳采摘后 需要尽快进行初加工 像他们这样用剪刀 把这个根去掉 剪好了就这样 这样就感觉看起来很白净 对 干净 再洗 剪掉耳根之后 耳农们还要对银耳进行清洗 去掉上面的杂质和木屑 保证银耳更好的卖相 让它充分地泡在里面 这样一泡 然后水一冲就好了 你看在阳光底下 它还透着光了 哇 真漂亮 在通江 耳农们几乎都是使用 干净清澈的山泉水 来清洗银耳 洗过的新鲜银耳 颜色会随着 含水量的不同而变化 含水量越高 银耳的颜色 就越雪白剔透 你看小妹 我们这洗得差不多了 我们就露干 鲜银耳的保存期短 采摘后最多一天 就会变质 所以清洗后的鲜银耳 要尽快干制 咱们这个银耳是多少 鲜货出一斤干货 五斤左右吧 五斤才出一斤 银耳和其他的农产品不一样 为了卖出更好的价格 耳农们在把它摘下来之后 还要把它的根部给修剪掉 然后要清洗掉多余的这些木屑 再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烘干 所以它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 以前耳农会把采收回来的鲜银耳 通过自然晾晒的方式干制 现在干制银耳的方法 已经改为使用烘干机 不但能保证银耳外观的完整 还可以将干制的时间 从两三天缩短到六个小时 这个烘干之后的颜色 跟鲜的不一样 对 烘干了以后颜色就是这样 闻一下 清香吧 嗯 有一股这个清香的味道 我们在市面上买到见到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银耳 对 优质干银耳的色泽 并不是纯白 而是微微发米黄 看起来温润有光泽 朵形饱满 耳片厚实 进入凉水中充分泡发 会发现优质干银耳的吸水性强 体积可膨大五到十倍 通体透亮 清香浓郁 银耳富含胶质的奥秘 就是因为它所含有的 大量多糖类物质 品质越好的银耳 多糖类物质越丰富 经过炖煮之后 汤汁更绵稠 品尝起来的口感也更软糯 余姐 你家这个银耳 价格是怎么卖的呀 这样全大多的那种 卖的六百两 六百块钱一斤 对 对 这种小的两百多 那你这个鲜货的产量低 干货岂不是更低了 对 干货不是很多 断木栽培的方式 虽然生产出的银耳品质好 但成本高 平均售价在每斤 二百到八百元不等 而且通江银耳 一年只生产一季 因此 于培因今年种植的银耳 产量只有正常的百分之十 收入也就大大减少 现在小孩上学嘛 老人也跟我们住在一块 我希望他们生活过得好一点 现在嘛 你看今年银耳也不好 回乡种植银耳之前 于培因一直和丈夫在浙江省打工 父母的岁数越来越大 需要人照顾 孩子也希望得到更多陪伴 三年前她下定决心回到家乡 一家团聚 外面大城市 虽然说这点点钱 想想还是回老家好 我就希望把我们这个通江银耳 能够继续种下去 该如何帮助于培因走出困境呢 当小妹找到了当地一位 银耳种植高手 这多漂亮 有大银耳 这个也是比较漂亮 在刘桂华的银耳加工车间 每朵甘品银耳的直径 都在12厘米以上 她的银耳都是按朵销售 独立包装以后 销售价能达到70元 这多一点安逸 本期节目乡土专家刘桂华 四川省八中市通江县 龙凤厂乡花山村人 通江县产业科技特派园 种植银耳十年 街道求助 乡土专家刘桂华和邦小妹 来到了于培英的种植基地 我看一下这个人家看怎么样 确实出的事 这个捡了好多了 一个耳塘捡了平均 捡了也好多了 一次捡两斤多点 刘桂华说的耳塘 是专门用来种植银耳的小房子 从前耳农为了种好银耳 会选择靠近野生银耳生长的山林 用泥土搭建房子 为的就是模拟自然状态下 银耳生长所需要的环境 实现人工增收 虽然现在种植银耳 已经采用大棚 但老耳农还是延续耳塘的叫法 每个耳塘都这样子吗 就出了什么 对对对 哦 那我们看别的看 看另外一个 我们进去之后来看那个 厨儿比较少 才出一多两多 这么低的厨儿流量 肯定是不赚钱的 这严重亏本 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银耳不出耳呢 乡土专家刘桂华 开始仔细查找 这个植银耳还不错的 它就是避免阳光直射嘛 七分音三分阳 花花太阳照耳塘 刘桂华说的 七分音三分阳 花花太阳照耳塘 是通江县的一句俗语 说的是银耳生长 对光照的需求 野生银耳生长在密林深处 经过人工栽培 耳农发现银耳生长的时候 既不能被阳光直射 也不能没有光照 因此 耳农会使用遮阳网 遮盖种植大棚 人为的调节光照强度 为银耳提供 七分音三分阳的光照条件 做得非常好 最非常到位 你这个耳塘 它通风是怎么个时间来的 是两扇门都打开 早上半小时 下午半小时这样通风 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 这样没毛病 野生银耳之所以会生长 在植被风貌的地方 是因为银耳是一种 耗氧的真菌 氧气充足 是银耳生长的必备条件 因此人工种植时 也需要保证 环境里的通风情况 保持良好的空气流通 于培英的通风时间和方式 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乡土专家刘桂华 还需要排查哪些 可能会造成 银耳产量低的因素呢 你看嘛 这 这 看嘛 全是银耳 全部都是裂纹 你看那些 你看这个裂纹你好大 耳磅上不能有裂纹吗 对啊 耳磅上它不能有裂纹 它银耳全部都死掉了 太干了嘛 我给你照亮给你劈开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 乡土专家刘桂华发现 于培英的耳磅已经干裂 他判断 不出耳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耳磅太干 同时提出要锯开耳磅 看看里面的情况 那结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你看这个表面 都是比较干干的 看嘛 含水量比较低的 你看是干的 你看 跟我想的一样 就是这个耳磅严重缺水 确实根本没成活 锯开的耳磅 验证了刘桂华的想法 因为耳磅太干 很多军丝没有成活 导致大量不出耳的情况发生 最终造成 于培英种植的银耳产量低 银耳产量低的原因 终于找到了 那为什么于培英的耳磅 会这么干呢 你这个是怎么补水的 用喷雾器杀水 你给我演示一下看 我看你是怎么补水的 那好 通江县的气候温和 常年云雾缭绕 因此耳农们将银耳的起源 解释为云生木 雾生鹿 鹿生耳 他们通过观察野生环境下的银耳 发现湿度对生长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想要让银耳达到适合生长的湿度 耳农就需要在种植过程中 每天给银耳补水 于培英的耳磅严重缺水 刘桂华第一时间把排查的重点 放在他的补水方式上 刘桂华发现 除了补水次数不够 补水量不足之外 于培英在使用喷雾器 给耳磅补水的时候 还没有照顾到空气当中的湿度 生长环境干燥 也会造成耳磅缺水 除此之外 他还有其他发现 不仅光喷上面 下面部分也要喷 你看地面 湿度肯定不够 地面挺潮的要看 我给你挖开看一下 上面是湿的 下面是干的 你看 那这样有什么影响到刘老师 它这个磅实际上 它是底面放在地上的 要吸水地面的水分 从地面吸收水分 也是保证耳磅湿度的 一个重要途径 如果地面湿度不够 不但不能给耳磅保湿 还会吸走一部分水分 起到反作用 让耳磅更干 这个湿度要求这么高 对 上 中 下都要吸气的 上面是空气当湿度 下面是地面湿度 中间就是给耳磅补水 这三种缺一不可 什么程度才可以 那你到我那里去看一下 只有空气湿度 耳磅补水 和地面湿度都达到标准时 耳磅才不会干 耳磅足够潮湿 婴儿才会出得多 那耳磅湿度 到底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呢 怎么样 可以吧 好漂亮 好多婴儿 对 我们这边来 基本上每个孔都出耳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还有小的没锁 太漂亮摸上去 耳磅上面出的那个耳 看上去嘛 颜色也很剔透 很多 几乎是每个孔都有出 乡土专家刘桂华的银耳出得多 耳磅上几乎每一个种植孔都有银耳 而求助农户余培英的耳磅上仅有两三朵银耳 之所以有这么明显的差异 关键就在于耳磅湿度控制的好坏 这也是乡土专家让余培英来参观的目的 进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 湿漉漉的感觉很长 皮肤上感觉是不是 感觉粘粘的那种感觉 你一进来之后 呼吸的空气都是带着水分的 你看这上面都在滴水 然后不仅仅是说空气当中的湿度 还要看一下地面的湿度 地面的湿度 这个挖起来的都是土块 你看 你看 是不是湿漉漉的是吧 看一下我们的耳磅的湿度有多大 你这个头上面都没有裂纹 切面这里摸上去潮潮的 这个水分车里检测一下 它的耳磅的含水量 你看现在湿度是多少 42.3 这个就很正常了 它要有水分的话 这个浸是更容易成活 刘桂华使用的仪器是水分测试仪 是用来检测木材含水量的专业仪器 用它来测试耳磅中的含水量 是帮助耳膿确定耳磅湿度的重要依据 一般来说耳磅的含水量达到40%左右 是适合银耳生长的湿度 就是我们要不定期地检测一下它的耳磅的含水量 每天正常的话应该是补两至三次水 最少两次 不能光喷上面下面部分也要喷 下面部分就喷的同时呢 那个喷雾器要旋转 在刘桂华的耳塘给耳磅补水的同时 还会坚固到空气和地面 这样才不会因为耳疼环境太干 造成耳磅湿度不够 看一下我们这个湿度 你看这个湿度是多少相当是 接近90% 所以湿度在银耳生长中 是最关键的这个一环 经过对比 于培英认识到自己的耳磅湿度 确实严重不足 但是到底和标准相差多少 又该如何快速提升耳磅的湿度呢 三个人再次回到于培英的种植基地 那我给你猜一下 我看你的湿度是多少 你看这个14 正常的话应该是40%以上 你这个得赶快补救 通过水分测试仪的检测 于培英的耳磅湿度 连正常标准的一半都达不到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 已经成活的军丝 还会陆续死亡 给于培英造成损失 接下来刘桂华会怎么做呢 我把接上了 看嘛这浇水过程中 就是我每一根盘浇透 刘桂华没有使用喷雾器 给耳磅补水 而是用水管淋水 保证每根耳磅的横解面 都被水浇透 浇水同时呢 既增加了耳磅的湿度 也增加了地面的湿度 这个呢不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措施 这是个急救的一个办法 两天这样淋一次 连续三次 它慢慢的有很多它会萌发 使用水管淋水 让耳磅和地面 迅速吸收水分恢复湿度 保证军司不会继续死亡 但这样做只是一个补救措施 三次之后 就要改为常规的补水方式 否则会造成耳膛湿度过大 也不利于银耳的生长 那鱼培英在常规补水时 又该怎么做呢 改善一下你的耳膛的湿度 把水袋给你绷上 不仅是可以增加空气当中湿度 还可以增加耳膀的湿度 和地面的湿度 这样有利于耳膀充飞吸收水分 提高你的产量 刘桂华接下来的改造 是给鱼培英的耳膛悬挂水袋 这样既可以补充耳膀的湿度 还能兼顾补充空气和地面的湿度 而且和使用喷雾器相比 悬挂水袋 还能减轻鱼培英的工作强度 高度大概要在多大 这个就是1米8 带2米时间吧 这个幅度 悬挂水袋的最佳高度 为1.8至2米 这样的高度 既可以保证 把水精准地喷到耳膀上 还能让喷出的水 尽量长时间地在空中停留 起到补充空气湿度的作用 水袋安装好了 现在可以开水了 就这样子 每天开两次 早上和晚上 每次喷五分钟 这样子既增加了空气的湿度 又增加耳膀的湿度 同时地面湿度已经大了 刘桂华为于培英的耳塘 安装了水袋 今后他只需要每天定时打开开关 就可以同时完成 空气 耳棒和地面的补水工作 按照这样的管理方法 接下来于培英的银耳 就不会再出现产量低的问题 相信他也能依靠种好银耳 给一家人带来富裕幸福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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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